靠着勤奋练习才有机会获得胜利 成立40多年的大甲国中手球队 日前率队参加2016欧洲斯洛维尼亚国际分零手球赛 靠着优异的技巧和团队默契一路过关斩将 在15岁组当中夺下金牌 不过在亮眼成绩的背后 他们也曾为了经费不足而差点放弃 幸好最后在各界的帮忙之下 才终于能够顺利圆梦 顺昌的步伐积极朝球门抢攻 这群来自大甲国中手球队的选手们 日前率队参加2016年欧洲 斯洛维尼亚国际分零手球赛 就是靠着如此犀利的攻势 以及绝佳团队默契打败各国好手 在15岁组当中夺下冠军金杯相当不简单 有就可以学到外国人的战术还有打法 我们是靠速度他们是靠升高就是还有力量 因为在这么大的世界杯可以拿到这么优异的成绩 我觉得很光荣 而且这是我在国中深海最后一次为学校出国去比赛 然后为台湾整个光荣回来 在团队的合作上面有很好的一个努力 跟体力上面的一个训练都有很好的成就 各方面的配合才能够有今天的一个成就 但其实在亮眼成绩背后 一开始这群小选手们还差点因为经费短缺 而不能顺利出国比赛 为了帮忙募款 校方决定最后帮他们拍摄7分钟的微电影 并且向各个基金会还有企业寻求赞助 最后总算顺利募得150万元的经费 也让师生们是相当感动 捐助要有一个媒体来说明 所以我们拍了微电影来说明 我们这个缺额还有一百多万 请大家来帮忙 真的感谢真的全国还有地方 非常多的热心人士来支助我们 校方也表示手球队成立40多年来 多次代表台湾在国际赛事当中拿下金牌 成绩相当优异 但每年却时常因为出国经费不足而苦恼 因此也希望政府单位能够多加帮忙 让优秀的运动选手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继续为台湾争取更好的成绩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